流亡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3月15日上午在纽约被捕 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当天解封一份大陪审团的起诉书 指控郭文贵和他的金融师于建明 电汇欺诈、证券欺诈、银行欺诈和洗钱指控等12项罪名 于建明还被指控妨碍司法公正 案件源于被告等人涉嫌向数十万郭文贵的在线追随者提供虚假陈述 以吸引他们对各种实体和项目进行投资 据称郭文贵和于建明在阴谋过程中挪用了数亿美元的欺诈性资金 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威廉姆斯同时宣布 在2022年9月至2023年3月期间 美国政府从21个不同的银行账户中扣押了约6.34亿美元 这6.34亿美元是郭文贵涉嫌欺诈的收益 政府寻求没收这笔巨款 今天执法部门还扣押了郭文贵涉嫌使用欺诈所得购买的资产 包括一辆兰博基尼Aventador SVJ Rose 郭文贵将于今天下午过堂 于建明目前在逃